我只是要告诉你 其实我们要画那个吃饭前 我想要教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刚刚我们讲那个子类别 好 我觉得子类别 我们通常会想要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2016年它的利润 它的利润是成长 对不对 那成长了9.75%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就想要去知道说 那在产品这边的表现是怎么样 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在右边 右边再画一个产品类别的获利 产品类别的获利 所以在这边点一下空白地方 你不要直接点 知道吗 不要直接点 好 点到这个空白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画一个 因为最容易懂的是群组直条图 我们先让你了解 什么叫做整合 好 假设我们先画 这个叫群组直条图 接下来我们要呈现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呈现什么 类别 就是我们的轴是不是放类别 因为我想知道2016年到底是什么类别 它的成长获利表现是怎么样 这就是行为模式分析 好 所以第二张图我们画的是 类别当作是轴 所以我们先勾类别 类别各位知道吗 我们只有三个类别 然后接下来它的利润 可以了解我在做什么事情吗 好 那通常在这个地方有看到 轴 轴是我们的三个类别 有办公用品 技术 家具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 直就是歪轴 歪轴就是我的利润 我想这张图你应该会画 就四个动作就画出来 对不对 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功能 我们的直 不看直 我们看什么百分比 然后这个百分比是什么意思 我先秀出来给你们观看 我刚才多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它变成利润的百分比 GT Grand Total的百分比 就是它技术占34.92 然后呢 家具占29.7 办公用品占35.38% 这加起来就是百分之百 可以吗 然后建议各位 我们是不是要排序 排序 因为老板只喜欢看那个最左边 第一名的 所以呢 我们稍微排序 排序在这 右上角点点点 然后排序依据利润的百分比 然后用递减 递减就是由多排到少 好了 做完了 做完了 你就接下来可以展示 展示什么给老板看呢 例如说2015年 这张图在告诉你什么事 这张图在告诉你什么事 整体来说 办公用品是第一名 对不对 2016 2015年 办公用品它是下降的 利润是下降的 有看到这件事吗 然后呢 技术类别是大幅上升 这边2015年 是不是要追问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应该第一名的 就跑到第三名去了 这问题严不严重 很严重吧 对于老板来说 他这时候要叫谁 叫产品经理 那个办公用品的产品经理 是不是来去做报告 对不对 我们要想2015年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 本来它应该是第一名的 然后直接掉 掉到最后一名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 2016年 2016年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没有 对标准答案 可以了解吗 代表公司这个时候制定的一个政策是OK的 因为可能的原因是因为2015年已经做过政策的修改 政策制定 因为你看这件事情一定是假设用年来去看 可不可以用自己来去看 可不可以用自己来去看这件事 可以哦 按一个按钮 你接下来就可以再继续去看了 可以吗 你看多棒 这就是联动 大数据分界的技术 先不要管以下 因为你觉得还需要再用以下来做比较吗 应该不用了吧 光是看到这边 你应该就可以成功的说服你 回去把自己的现有的资料 用Power BI来去尝试做做看 对不对 我觉得有很多的资讯 你要去呈现出来 那用大数据Power BI来去实现 这是有机会的 可以看到很多资料的面向 可以吗 我这边2015年有看懂 它的最大问题在办公用品 看得懂 你不能联动技术学会了 结果不知道问题所在 2016年都正常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好 我再重新做这张图 重新做这张图 因为这张图只是多增加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这边空白点一下 然后群组直条图 接下来 因为我是做产品 产品跟什么 产品的利润 所以产品打勾 这叫类叠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利润 然后接下来我要把利润这个值改成百分比GT的方式呈现 所以将值不是做加总 不是把每一个每一笔的订单记录加在一起 而是把这个值用总计百分比来去呈现 然后记得你要呈现这个资料 那就去格式 把资料标签打开来 看你要不要改变字的大小 改变字的大小 好 改完字的大小之后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记得 记得我们做一下排序 排序 然后排序依序利用利润的GT 由大排到小 这是递减 然后接下来就要点这边了 因为你是在这个地方为基准 想要去看什么 在各年利润分析 我们知道说它有成长 因为看到成长 而且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 现在时间是2017年 这个时候我就想要知道说 那到底是哪一个办公用 哪一个产品类别的成长为最主要 那可以发现 它跟就是说各年来去做比较 这一年跟各年来去做比较的话 加剧是不是微幅的衰退 但是是微幅衰退 应该还好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第三名 它本来就是第三名 好 那另外两个项目是成长 这其实对于公司的政策来说 是好的 是在说明这件事情 好 请你们 如果您会做这件事 那我想今年选举的开票结果 各党派的一个肖长 应该就可以做统计分析了 接下来这是第一章 第一章 你请问会不会去看类别 算了我们做完类别了 可不可以做纸类别 当然可以 绝对可以的 那为了我们上课 节省时间 所以复制它 就是我先把它缩小 缩小到这边 甚至我还把那个边界加框 边框 这个也加边框 它是不是就有这个边框了 那甚至还可以加底图 加背景 背景 我不要白色 我要清浅的 这个颜色 清浅的 假设这种颜色透明度 随便你 看你要怎么呈现 好 那我们现在重点是 我要把这张图复制 你节省时间嘛 对不对 节省时间 所以复制 会不会做复制 这常用的最左边 剪下复制贴上 Ctrl加斯一样可以当复制 然后接下来点贴上 然后把它搬下来 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要把什么放到这边 你是不是要把子类别 搬到轴的下面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哦 这边有没有向下探索工具 没有 然后当你今天把子类别搬到轴 轴可以理解吗 是不是就多了 向下探索 对啊 因为类别跟子类别 本来就是有关系的 可是我现在要刻意把它给删掉 删掉 请问一下子类别的 以利润的 那个百分比GT来呈现 是不是已经呈现好了 图也画完了 而且我今天我点它 我点它 这边是不是告诉我什么事情 办公用品 在2015年获利下降 这件事情从第一名跑到第三名 好 那请问一下 哪一个东西的下降最多 哪一个的下降最多 你绝对不会讲应表 影音机 对不对 绝对不会讲电话 可以吗 在这边有看到吗 办公用具 办公用具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有 有什么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建议 建议 我先把 不对 我应该这样说 2015年 我们是不是 现在我只要呈现 办公用品 所以Ctrl就按住 点它 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它这边就呈现出 办公用品 它有123456789 知道我在讲什么事吗 就是它切个 再切个 只看这一块 那这在零以下 利润在零以下 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你看 当我今天点 2015年 点下去 我假设我想要看这个技术 技术 Ctrl就按住 点它 全部都在利润以上 可以看到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吗 你是不是在凸显那个问题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记住 加上你躺坐键 可是 你会不会从这张图复制贴上 然后 记住 只是把这个类别换成纸类别 把轴类别换成纸类别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 下午我们再来讲 同期比较 可是我觉得 你要会真的是去细旧 类别是哪一个类别出现问题 然后接下来再细旧 哪一个子类别产生问题 这样子你才有可能 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2015年最大问题是 最大问题是 办公用品里面的美术 2016年的最大问题 是 家具里面的桌子 这很重要 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总团 好 你知道吗 就等会了 还需要 都可以 不通 可应该 都可以 便宜